从生后 我拿出170亿全部杂入股市 只以我预知到 刚上市的TT出行 将迎来史上最大的一次报仇 要是TT股价真如叶老弟说的那样 报价50%的话 那咱们投入的50亿 就得赚上25亿 再加上三倍杠杆的话 就是75亿 加上本金的话 你是不是说 咱们就是妥妥的百亿富豪了 而且是纯现金的百亿富豪了 没错强子 自从跟了叶松 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数字 老正 你别忘记 一哥这次给我们垫了20亿的保证金 要不咱俩可真斗不住 强子 你能不能别流露出这种表情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会忘记 上次抄底原油 你那个幸灾乐祸的大笑 叶哥让你们出手 你们就是不听 天空飘来两个字 活该 九点了 到点了到点了 老子已经迫不及待看他跌了 然而 刚开盘的TT却是延续起过去几天的势头 一经开盘立马上涨 昨日收盘17美元 今儿一开盘就上到了17.3美元 而且 势头依旧在保持着 阿大爷的 怎么还涨了 叶哥也没说开盘就会马上跌吧 三倍杠杆1比1的保证金 只有涨幅超过33% 咱们才会被强制平仓 你招什么急 我那也没说我着急 我先给叶哥打个电话 告知一下做空情况 喂 海滨 操作好了 叶哥 操作完了 咱们的做空价是17美元 行 操作完了就行 对了 现在TT的股价是多少 实时价已经去到了17.5美元 从交易两根换手率来看 现在还有大批散户在涌入 看着势头 怕是还得一路上涨下去 TT从上市到现在几天来着了 今天是TT在股市上的第四个交易日了 怎么吗叶哥 第四个交易日了吗 那估计差不多到头了 滑铁卢的拐点估计要到了 怎么说 海滨 老正在身边吧 叶老弟 我在这 如果这次让你赚80亿 你会怎样 我会 听到了吧 咱们的春天应该差不多了 叶松嘴角微微上扬起来 没记错的话 前世TT在上市后的股价 最高峰值一度上涨到18美元 紧接着是上头官方在震度下的挥刀向下 18美元这个点也成了 TT股价滑铁卢的拐点 几天后 跌到了就剩8美元 而当下17美元这个点进行了做空 换而言之 几天后 这波做空将会给他带来每组9美元的盈利 整整53%的利润 建立在150亿的基数上 那就是79.5亿 加上三倍杠杆 净赚283.5亿 海滨 叶哥刚才的意思就是这次稳了是吧 可这即将涨破18美元了 你急啥 你又不是第一次跟叶哥玩抄底玩做空了 这才到呢 再说了 叶哥要是不稳 能让我们说话 不是我急 哪怕我那50来一拳都亏掉 我张强都不带会皱眉的 我担心的是叶哥跟叶长英叶大少那边 我不知道叶大少是否真的听信叶哥 如果叶大少真听了叶哥的建议 抛掉了TT股份的话 要是TT的市值还继续这么涨下去 我担心叶哥那边是真的无法跟叶大少进行交代 邓慧 强子你说什么 这怎么还扯到那位叶大少身上去了 还有你说什么 一个让那位叶大少 抛掉他所持有的TT股份 怎么回事正式 这说来话长了 真的出大事 那以后整个山清的官府二代圈子都得管叶哥叫爸爸 如果TT接下来安然无恙股价依旧坚挺上升 叶哥怕是得摊上大麻烦 至于我张强都得跟着凉凉 你说的大麻烦是来自于叶陈英叶大少 别问那么多行不 非得当好奇宝宝是吗 没看海滨连屁都不放一个吗 喂 李少 到底是谁让你去做空TT的 这究竟是哪路的神仙啊 电话一被接通 那头就传来了声线变形的产音 别丢群 直说 瞬间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的李海滨 也跟着口干舌燥的微微多了哆嗦 上头突然对TT出手了 几道安全法直接砸到了TT的头上 网安办直接发出网络安全审查的通告 并且及时起停止TT新用户的注册 显然 这是在表达着那种怒不可遏的态度 什么 灵恩 我知道李少你肯定震惊于上头的出手力度 但相对于TT的行径 我估计这只是开胃才而已 知道吗 TT赋美上市仪式 是瞧咪咪来的 属于先斩后揍 不对 应该是属于斩了也不揍 什么玩意 为什么瞧咪咪的上市 使出反常必有妖 TT那边很有可能是以打包国内数据 提供给大洋彼岸那边 作为交易筹码 以换来这种让神州官方猝不及防的上市 听到着 李海滨的面部肌肉击颤起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TT这是在做大死 这是在飞蛾扑火 这是在自取灭亡啊 而此时李海滨更加精正于叶松 叶哥他 他难不成早就知道TT的叛变计划 李少 你这波做空稳了 TT这波操作会不会在国内遭到灭顶之灾我不知道 但股市崩盘绝对跑不了的了 好了 关于TT的情况 我暂时说这么多先 相信这回TT的事很快就会上热搜了 哦 海滨 怎么了这是 海滨 出啥事了吗 没有立即去回答两人 李海滨用力的如动了下喉咙 接着再次看向电脑屏幕 TT的实时股价 还是18美元 暂不波动 不是 海滨你吱个声啊 这怪吓人的你知不知道 到底干嘛了 TT做了大死 官方正式对他挥道出手了 老爷子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你之前入主TT的董事会 并且在TT持股一定比例的事 是谁给你签的线 这 这重要吗 如果说这是一个坑 一个会殃及到整个业家的坑 你说重要吗 什么 就在刚刚 上头针对TT赴美上市仪式成立了调查工作组 TT在赴美上市仪式上 或许可能存在着泄露经验道路数据 以及用户资料的行为 以此换得上市的审核筹码 当然 这只是初步推测而已 有可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但不管怎么说都好 TT那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这事 是没跑道了 听到父亲这话 叶承英再次脸色大变的呆若目击 眼下TT被上头挥刀 已是板上钉钉之事 而你作为TT的股东董事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仅是你 整个叶家都会被绞进这个漩涡 原本盯着叶家的人就不少 把叶家视为敌对方的更不在少数 如此一来你告诉我该如何收场 那些恨不得叶家垮胎 小姐脑袋一直想抓叶家小辫子的人 你说他们会放过这个机会吗 行了 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进行挽救 殊不知没等叶老爷子把话说完 大脑方才陷入一片混沌空白的叶承英 突然狂咽起喉咙了 神了 神了 他真的神了 混账东西 你在低估什么 你这不知道就因为你的盲目行为 将会牵连到整个叶家 从而让叶家上上下下都得因你遭到无望之灾 如果 如果我说我早在TT上市之前就抛掉了TT的股份 并且脱离TT董事会 与之划清界限了呢 什么 你在TT上市前就抛掉了股份并且离开了董事会 你是说你在TT上市前 就已经跟对方划清界限 没有再去参与其中了 真的 满打满算我从持股TT到抽身离场 过程不到一个月 而且我从TT抽身退出时 TT也还没完成上市 就这种情况下 我想就算有人想拿我的事来做文章 也无从下手吧 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提前就察觉到TT存在的敏感问题了 爷爷 你们听说过夜松吗 海滨快看 短短的十分钟 TT已经上热搜了 看到这些的话题 煞时间张强竟是激动的浑身多颤起来 接着随手点进一个话题中 细思极恐啊 难不成TT是把一直以来所收集到的境内信息 跟大洋彼岸那边作为上市的交换条件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这特么简直是叛变 说戏四级恐哪个 打难不成这三个字根问号去掉 就是事情的真相了 之前有人说过TT的服务器 早就已经转移到大洋彼岸了 所以TT这是早就把自己的反骨给露出来了 看着网上的那些话题那些言论 无论是张强郑天河还是李海斌 都陷入了呆滞中 叶哥的应验重了 重了 重了 这特么哪还是哥 这特么是神 叶神 叶神啊 看 TT股价开始跌了 叶哥 不 叶神说的暴跌50%稳了 稳了 胡 Haiti 胡 104 0 0 0